县府为了提升道路养护品质 特别邀及300多位的 惨观学界专家以及志工 举办了一场道路养护成果研讨会 并在明年编列11亿元预算 要进行道路维护 并保证提升效率 10小时内完成坑洞补修 以及落实路面挖掘等等管理 避免不当挖掘等等目标 感觉上题目蛮无聊的 但是实际上跟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 为了提升县内道路养护品质 公务局特别邀及300多位 惨观学界专家以及志工 举办一场道路养护成果研讨会 来检视桃源近年来推动路评的成效 作为日后道路维护的参考依据 县长吴章除了参与盛会之外 并在会中强调 路评向来是民众最重视的 经过公务单位这些年来的努力 今年民众检举现容案件 已经有明显的降低 显现路评执行的效果还不错 我想我们开的是道路维护的一个研讨会 因为这个路评是民众最关心的事情 我们今天请到专家学者业界 以及相关的路权单位 还有建工的这些阵风单位 一起来研讨 怎么样把桃源的路面的维护 能够从这个设计 然后技术以及材料 施工工法 以及到后来的维护寻修等等 每一个环节把它做得更好 县府在今年度将养护预算 从去年的2亿 一下子就提高到8亿元 让全线27条原本路况较差的道路 全面刨扑翻修 到目前为止 已经完成了23条道路路面改善 目前工程仍然持续进行当中 吴章表示 在年初时就要求公务局 要将道路养护品质 提升列为优先改善工作之一 过去例行的这个养护的预算 都只有2亿 一年只有2亿 依照那样子的频率的话 每一条路要轮到可以修 大概都要25年 这个是民众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们得到议会支持 在今年我们把这个预算提升到8亿 明年我们更要提升到11亿 钱要用在刀口上 所以我们在整个制度 包括这个设计 工法材料 以及它所使用的机器处理的方式等等 都有很高的要求 路面改善先后顺序是透过交通量 以及路面损坏程度进行改善路段评估 来全面性的就路基改善 人手孔降买减量 验场以及完工后 禁止挖掘等等跟本性的手段进行养护 公务局除了严格管控道路品质之外 最主要是要在有限的经费下提供 泄民最佳的行走道路舒适度以及耐久度 希望我们所有路权单位大家一起来 因为民众出门他不会管这个是乡镇市要管的 还是县政府管的 还是交通部要管的 反正他用路他就要平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跟县政府一起来合作 把民众出门的每一条路 经过的每一条路都能平安舒适 今年度养护的27条道路总长高达65公里左右 改善面积达105万平方公尺 并且将路面上的人手孔盖降卖大约5000座 到目前为止 已经完成23条道路专案性路面改善 让道路使用舒适度提高了许多 还获得交通部公路养护作业绩效督导考核第一名 进入奖县是政府路况养护机优第一名 第五届道安交通工程类创新贡献奖 以及内政部营建署102年度市区道路考核优等 等等多项奖项 桃园线的路面上人手孔盖数量到底有多少呢 其实大概总共有28万颗左右的人手孔盖 那我们统计过数字 大概在每一公里的道路上面 大概有103颗的人手孔盖 这个数量其实是相当的庞大 所以我们藉由这一次 在整个工法跟技术上的一个调整 我们先把道路上面的人手孔盖 调降到路面下方之后 那大家会看到有一块一块黑黑补洞的一个地方 其实那只是在暂时性的一个部分 我们接下来就把整个道路刨铺加封之后 大家就看不到了路面上的人手孔盖 工举表示 县福在今年下半年 引引县辖道路不同的使用特性 从设计施工工法 适当的材料选择等等制程上 进行机动即时性的区块修复 坑洞修复 以及协调各个相关权责单位 进行人手孔降调等等积极作为 从统技术支来看 县内县容查报系统的民众通报案件数 相较去年同期降低了33.72%左右 显现执行成效有逐步的提升 民众会觉得说我们的路铺好没有多久 又有人要来挖路了 其实这一点 其实是最为大家所诟病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此也呼吁 我们相关的单位也好 我们的民众也好 我们希望在道路铺足完成之后 最起码要在一年内 不要再去挖掘道路 因为道路一挖掘之后 就像我们人体一样 好好的一个表面开了一个刀 一定会有一个疤痕在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县政府公务局 会去做一个严格的一个管控 县府在103年度 道路养护预算增加了3亿元 一共编列了11亿 除了持续办理年度 专案性路面改善工程之外 还会着重在路面坑洞巡查 坑洞胸部 以及管线挖掘管理 要达到坑洞修补10小时内完成 道路局部损坏 以区块修补延长连线 全路段损坏 列入专案性路面改善工程 以及全面落实路面挖掘管理 避免不当挖掘等等多项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盖